在最近这个胜刃的剧照中 天灾是拿到了这把无名剑 而且还进行了变身 那么拿它去联动天灾书本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特殊音效呢 我们来试一下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能玩 我是林杜 假面骑士胜刃也是快到了完结的阶段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胜刃的短片剧场版 这一个短片剧场版的boss呢 就是我们喜闻乐剑的人书 那么这一个剧场版的boss呢 也是在TV的后半部分出现了 这里呢也是恭喜啊 人书终于不是这个平成黑户了 堂堂正正的成为了一个令和的TV骑士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就是来介绍这一个 人书的这一个无名剑虚无和这个霸剑驱动器 当然了还有它这一本书永恒的不死鸟 万代也是非常的国际惯例啊 把它整成一个PB限定的版本啊 所以这包装盒上面是没有这个玩法说明的 背面呢就只有人书饰演的这个巴赫特变身之后的样子 好的外包装的话我们就看到这里啊 直接看一下里面内容吧 它里面呢就是这喜闻乐剑的老三样啊 一个标配的袋子 一个驱动器 然后一本书 这个袋子呢就是圣人驱动器的幻射重图版本啊 完全是通用的 所以这个就不介绍了 主要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和这一把无名剑虚无 先来看一下这本书吧 书的封面呢就是印着这个永恒的不死鸟 Ethana the Phoenix 这一个永恒的不死鸟呢是属于神兽啊 所以还是插着这个圣人的第一个巢位 这本书的整体外观跟普通书本也是一样啊 喇叭和这个感应区域都在后面 打开第一页看一下 打开之后呢这边就是这本书的故事简介 这边呢就印着这个不死鸟啊 应该说是凤凰吧 说是凤凰比较合适 好的我们来听一下音效 这个呢就是它的腰带的本体啊 无名剑虚无和这个霸剑驱动器 先来看一下这个霸剑驱动器 它跟这个圣人的驱动器也是一样啊 就是一个空壳 除了这一个二槽和三槽 被这块像是翅膀一样的塑料给挡住以外呢 其他地方都是幻色冲突 这块东西还是拆不下来的 想要拆下来的话估计还得上螺丝 其他部分呢跟这个圣人驱动器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这两个键鞘呢还是可以拿来通用的 这一边插上去使用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把键 这把键的这个文章呢也是可以拆下来的 键的整体部分呢 其实跟这个火焰键烈火是差不多的 除了做一些小改动啊 把这个感应的区域呢 移到了键的中间 键的背面呢也是一模一样 喇叭口呢都在后面的这个地方 就连给这个台式键的开口呢 也是保留了在这里 所以说这两把键其实文章部分呢 也是可以通用的 这个虚无的文章也是可以插在火焰键上面 不过有一点比较遗憾啊 就是这一把无名剑虚无的这个文章呢 是没有读取音效的 现在给各位演示一下音效吧 可以看到啊 这个文章呢是没有什么读取音效的 这个火焰键呢一样也读不了 来听一下这个斩机音效 好的现在我们来连对一下这个驱动器吧 哇这个收剑的音效真的是不错 好的单体把完就这么多 接下来就直接变身吧 我会看到了 把尖音效的故事 似乎的似乎的伟似乎 现在是真实的 并是真实的 现在的实际则 我会看到了 放开 现在是真实的 他变身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是没有音效的 非常符合人书这个虚无的特性 当然了 这也留给他足够的时间喊这个Amazon对吧 翻开第二页之后就可以看到人书变身 这个假面骑士Fusion的样子 这个造型是非常的帅气 好的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这个必杀音效吧 一刹目读 不信条 无双力 一刹目读 不信条 无双力 一刹目读 然后呢就是这个暗动书本的音效 一刹目读 不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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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拔刀必杀 好的它的全部音效大概就这么多了 看到这里各位观众可能非常失望 它这个普通模式下并没有太多的音效 对没错我刚刚说的是普通模式 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台词模式的 它这个台词模式可以说是让这个PB限定身价了不少 接下来我们来切换一下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要怎么切换呢 首先先关掉这一把无名剑 在这个开机的时候呢按住这个扳机 这就进入了台词模式 这时候呢这把无名剑呢就变成把玩性非常高的台词限定剑 来听一下这个砍机音效吧 然后在这个模式下呢没变身之前它就可以触发这个台词音效 扣动这个扳机就行了 在这个模式下呢它的台词是多达20多句啊 这个我就不全部展示了 接下来呢直接演示它这个变身部分吧 别想让这个温暖的 好的 再来听一下这个必杀 他只有在这个拔刀 最后再来听一下他这个台词模式下扫这个书本的必杀会是什么样子 跟这个普通的模式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其实这一把无名剑还是可以来联动其他书本进行一个变身或者必杀的 为了演示我们先把它切回这个普通模式 他自己标配的腰带就只能插这些小的书本大的书本 他是插不进去的 像这一种书本的读取音箱也是跟普通的烈火箭和暗黑箭不一样 好的 接下来的书本我就不一一展示了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又或者等我这个书本收集的差不多了 出一期这个单独的读取音效视频 好的 那么接下来就来演示一下它和其他书本的变身音效组合 但是用这一个挂键的驱动器演示起来不方便 所以呢我换了一个普通的四人驱动器 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说明一点啊 它这个无名剑虚无呢只能读取这个槽位的音效啊 其他槽位如果放这个书本的话它是读取不了的 就像这样根本就没有读取音效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就只展示一些大叔的组合啊 这些山侧什么联组之类的就无法展示了 首先呢先来这个喜闻乐见的远古龙 前期间 AJT 凤哪 已经 凤温 一 秘密集图 打倒 必殺目毒 大神獣無双撃 看來這些大叔都是有書去發出這個音效 那麼我們再來試一下其他的一些小書本吧 這個必死鬥也是被識別成了生物書 再來看一下故事書是怎麼樣的 看來他單獨的橋位都可以識別為生物故事還有這個神獸 看來他這個單獨的橋位都可以識別為生物故事還有這個神獸 倒是很好奇一点 在最近这个胜任的剧照中 天灾是拿到了这把无名剑 而且还进行了变身 那么拿它去联动天灾书本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特殊音效呢 我们来试一下 居然它这个开头的联动音效变了 不是这个Ethanal Power 不过后面的音效呢 跟其他书本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变化不是特别的大 总的来说呢 这把虚无剑还是挺有意思的 它跟这个暗黑剑决暗 和这个火焰剑烈火呢 是完全不同的读取音效 这一点呢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如果说各位同学想看这把剑 去读取不同书本音效的话 各位多点点赞投币收藏吧 因为做这样一期视频的话 成本真的是巨大 不知道要收多少书本 那么好的 本期视频的话 到底就结束了 总的来说呢 这把无名剑 现在目前是四五把块钱吧 还是挺值得入手的 那么好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